好 今天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高虹安之策會兼差風波是越演越烈 那高虹安昨天就臨時召開了記者會 強調說自己沒有違規兼差 不過對於這個高虹安的澄清內容 民進黨黨總召柯建民他就指出了 高虹安就像是河盤突出了犯罪的過程 以及手法 簡直就像是犯罪的自白書 高虹安第一次正式開記者會 坦白講 方法連平顛倒是非 莫此為生 好 前四年民有兩個話 加害者對被害者要被害者道歉 又有小偷叫警察道歉一樣離譜 所以你左邊左邊左邊會所公開揭示的 完全是一個犯罪自白書 讓結果正向打敗 原來他的公案局或是如此 有幾個人cover他 他們用他私下的email就代表你切吧 你要拿出關鍵性的證據 拿出資稅核準你堅持證據出來還廢啊 那這樣一做就抽人下水 找幾個陪葬的兵馬俑而已 找碰得出來背書 還是一樣 扔下一個兵馬俑而已啊 那麼對此呢高虹安當然也有回應啦 他說昨天在立法院討論的題目明明就是余電共生 卻看到卓正宏不請自來 而且還準備好要上台背巡 讓他感到非常意外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可能背後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 自策會的卓正宏自己有這樣子一個在外面兼職 而且還領兼職費 我想這個包出來的這個施政非常的明顯 上面就寫著兼職費這三個大字 所以我想卓正宏也不能夠迴避這樣子一個情況 甚至也看到昨天在這個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發生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明明昨天我們經濟委員會談論的題目叫做余電共生 我們的招委也並沒有安排請這個自策會的卓正宏來出席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蠻知道立法院的一個生態 許多的行政院的部會官員 其實大家來到立法院都是戰戰兢兢 非常緊張自己被叫到或者是被傳過來廢墟 結果沒想到我們的卓正宏主席沒有叫他來 他還自己不請自來 而且還希望能夠上台 我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情況 但也驗證了就是這一場在立法院的一個質詢跟背詢 支策會主任執行長的來不請自來 代表說他背後其實可能有很多呢 希望是能夠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箱的攻擊 所以呢我也希望卓正宏主席 當你在達詢台上面或者是經濟部的王美花部長 在達詢台上面去告訴大家說 這個主任執行長的一切人堅持的這個問題呢 都是什麼公益團體啦 或者是說呢在來到製作會任職之前就已經辭掉工作啊 那對於現在這些鐵證如山改在眼前的時候 我還蠻想知道主任執行長又要怎麼樣來回應這些社會大作的疑問 好接著呢馬上帶大家來關注到的就是這個 我們eitytoday做的新竹市長最新民調已經出來了 來看看目前呢到底是誰領先呢 哇領先的就是這個民眾黨的高雄安 他獲得了37.8%的支持度 那第二名呢是這個省慧侯民進黨的省慧侯 他獲得呢是31.7%的支持度 稍稍的呢就是落後了高雄安 不過其實兩個人還蠻接近的 幾乎只有他差到6% 對其實只差了一點點 所以呢之後還有什麼變化呢還很難說 那看到這個國民黨的零更元呢 他只有18.2%的支持度 所以看一看到啊其實目前呢就是這個雙紅對戰的部分 哇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喔 而且選戰呢其實就是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 對差不多剩下一個月 非常讓人期待後續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啊也有人提到說可能這個 這個國民黨這些票呢很多呢可能都跑到高雄安這邊去了 所以呢這個雙紅對戰到底結局會怎麼樣呢 大家一定要每天準時鎖定我們的一提五間新聞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了 那剛剛其實小夢也有提到啊 這個選戰倒數剩下30天了嘛 各候選人啊可以說是非常的就是 猛滅得 卯出了權力 要最後重支 然後就還猛開支票這個部分 其實剛剛也有提到除了像陳時中他說如果他當選的時候 如果有人車在他就不會關水門 這是一個非常狂的政見 除了他之外呢像這一個林一峰他也說了 他也推出了像這樣子 身子送房子的政見喔非常的狂 還有啊像是這個桃園市長候選人鄭寶欽啊他說 年輕人呢在桃園買房的話 就由政府出這個自備款的負責 對每個候選人呢真的都吹出很狂的政見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來看 想問一下就是針對這個熊好券的部分 因為剛好現在是距離選前一個月 那在這個時間來推出 有外界就質疑是變成一個選舉券的概念 怎麼看 選舉券啊不然是這樣啦 這也是很為難的 你說因為我們反正任期到10月25號 你怎麼不能寫一個計畫是說明年執行 都很奇怪啊 距離大選只剩下一個月 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台北市長柯文哲發熊好券2.0 就被質疑是否和選舉政策有關係 不過說到選舉政策最直接的方式 應該就是發表政見了吧 我們一聽五件新聞幫大家整理了幾個 超狂政見 讓大家來開開眼界 首先我們的台南市長候選人 Crazy Friday 林一鋒 推出全國首創生子送房子 不僅鼓勵生育 還保障育兒權利和福利 真的只有Crazy Friday能夠超越Crazy Friday啊 生育三胎我們貼入七黨的不用幫助 這就是說放心加生 不然大家 純粹賺家啦 還不敢生啦 所有東西都沒有夠 沒有夠收入 要吃頭又騙人啦 所以我的富裕新政是有夠好 在七黨裡面我全部差不多就貼入100萬 接下來是桃園市長候選人鄭寶欽 被民進黨開除黨籍還是不顧一切參選的他 喊出禁老金一萬元的政策 哇 人家台北市連一千五都發不出來 你這樣子讓柯文哲情何以堪啦 不僅如此 鄭寶欽還曾發下豪語表示 如果當選桃園的青年買房投機館政府幫你出 不要衝動 現在搬去桃園已經來不及啦 最後壓軸輪到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泥沙颱風帶來暴雨 百林橋下數十輛汽車泡水 對此陳時中也提出炒狂政見 表示之後若是當選 如果還有人車再提外 絕對不關水門 此話一出對手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蔣萬安就嗆 面對這種強降雨 當然是要及時關閉水門啊 怎麼是以車輛撤離作為標準咧 憲政市長柯P也看不下去 怒嗆陳時中 這麼簡單的事情怎麼會不知道 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更狠 直接要陳時中搞清楚再來說 炒狂政見大集合為了選舉候選人們花招百出 究竟這些候選人能不能勝出 我們一個月後就知道啦 其實年底九合一將至喔 除了這個很多人的政見引發討論之外呢 陸續有高顏值的年輕候選人 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討論 那現在還有一位被網友們熱議的 就是陸港鎮的明代代表張瑜杰 嗨大家我是瑜杰 武黨籍的張瑜杰在四年前年僅23歲 就以3192票得票率29.1% 當選了陸港鎮正名代表 今年再度投入選戰尋求連任 而身為古鎮陸港的明代 當然也會以古著來宣傳古色古香的陸港 在他的臉書就發現了一張 兩年前穿著旗袍的網美照 背景正是當地著名的地標之一陸港天后宮 對於自己年輕人的參選優勢 張瑜杰表示 不管是年輕人或是中年人 甚至到老年的阿公阿嬤 他們都會特別的親切 傳達理念時他們也比較能夠接受 會折瑜伽的地方 就會有私有這麼少的地方 因為我應該要多久 然後是在衣服中 而且可以折瑜伽 然後再去衣服中 我們在衣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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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很優秘 這些地方 我們要在衣服中